早就行见,靠门就开门,博士若斯时间下,我们一起读圣经《尼西米记》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读《尼西米记》了 今天是《尼西米记》的第一章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亚大徐西网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贝鲁归回上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那些贝鲁归回上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好,这个时间,这个亚大学习王,这个亚大学习王呢 跟前面《尼西米记》里面,就是派以色拉回去重建百姓的 那个亚大学习王是一个亚大学习王 也就是这个时候的时间呢,就是距离以色拉第二次归回呢 是过去了十三年,那么这个大家可能说,这个基斯流月是什么意思呢 基斯流月呢,它是这个古代的犹太历的九月 那么大约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公元纪年主后的这个十一月十二月 就是说是冬天啊,这个时间呢,是主前四百四十六年 那所以呢,这个基斯流月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 如果按照四季来说,就是指的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冬天啊 我在苏山城的宫中,苏山城,苏山城就是波斯王过东的那个都城 当时的波斯帝国呢,它实际上是有四个王都 一个是波斯巴利,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苏山,一个是亚马他 亚马他呢,大家应该还有略有印象啊 就在以色拉记,在以色拉记的第六章 第六章里边就是讲这个找到了这个基鲁士王原有的那个赵令 当时的大流士嘛,是吧 大流士王将只巡查典籍库,是吧 然后就在,在哪呢,在马带省的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遗卷 亚马他城就是什么呢,是其中的一个都城啊 这个亚马他是波斯王夏季在这个亚马他城避暑过 那个是北部的高地啊 然后呢,冬季呢,就会在西部的这个低地,苏山过冬啊 所以这就是说,人家很会过呀 那么这是这个时候这个尼西米呢 他跟随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啊 在苏山城,在这个地方,在过冬 那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时候呢 他是这个亚达薛西王的一个臣子 是负责什么的呢 后边会提到啊,他是酒正 酒正这个词呢,我们在创世纪里边也遇到过嘛 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就约瑟,是吧 不是当时就有酒正,是吧 那么这个酒正还是负责什么呢 就是负责给王燕饮的时候 还有平常要饮酒啊,是吧 那负责给王玄酒啊,备酒啊,是吧 倒酒啊,这个还有呢,嗜酒 什么叫嗜酒啊 就是你得先,在王喝之前 你得先喝一下,确认这个酒没有毒 所以这个酒正呢,它是属于王的提升官员 这就是属于这个内务的管理这个了 那么一定是,要是这个国王非常信任的 亲信,亲近的官员 然后呢,这个哈拿尼 哈拿尼呢,就是到底和这个尼西米啊 是亲兄弟呢 还是指的是属于整个以色列的啊 这个族兄弟呀,是吧 还是怎么样,这个不太清楚啊 那就是说,他们应该是从哪来的 从这个尤大来的 就是这些人是已经回归的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他们 他们虽然回归了啊 在那边建圣殿啊,是吧 重新啊,这个恢复信仰的纯洁啊 等等啊,是吧 但是他们仍然是受波斯这个帝国 政治上受波斯帝国管辖的嘛 是吧,所以他们之间还是经常会有往还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来了 这个尼西米就问他们啊 说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耶路撒冷就成如何呀 是吧 那么就告诉他 遭打难受凌辱 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日子过得很艰难,不好 这就是说是有外辱啊 因为有敌人啊 是吧 原来那些被什么亚树啊 什么牵过去的那些 肯定都不乐意看到原来的主人回来 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嘛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说,耶和华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诗词爱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 你仆人昼夜 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 律例典章 那可能有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不对呀 那些都是被神所激动 而愿意回去 重建圣殿也好 重建信仰也好 这个跋山涉水 不远这个千里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忍受饥寒 贡献这个财物 然后付出劳苦 可是呢 却 却受儒 是吧 却过得不好 是吧 却呢 被逼迫 那这个人之常情的话 不应该是向耶和华神发牢骚吗 是吧 神啊 你的民是吧 已经悔改了 是吧 已经认罪了 他们回去啊 为你修筑圣殿啊 为你守节 是吧 为什么你不看顾保守他们 为什么你还要让他们受苦受罪呢 是吧 那么这个不就是一个人之常情吗 是吧 对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话 那他肯定不能够成为尼西米 对不对啊 这种就是我们常见的 世人是吧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好像都是喜欢这样 觉得自己是无辜受难 是吧 甚至如果有的人说 哎 你看我在是 我在为神做事情啊 怎么神还不让我万事亨通呢 还让我受凌辱 还让我遭难呢 是吧 还或者说 怎么还让我的弟兄们受凌辱 遭难呢 是吧 神啊 你怎么 你怎么不看顾我们 不保守我们呢 好像真的是人之常情吗 是吧 但是呢 我们看尼西米不是这样 是吧 尼西米 他哭泣悲哀 进食 祈祷 他先干什么 他先赞颂耶和华 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 先赞颂 然后干什么 然后认罪 我 我们以色列犯罪了 我与我父家 我们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 甚是邪恶 我们没有遵守 你借着仆人摩西 所吩咐的诫命 律力点张 所以呢 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什么样的结果呀 就是被灭国呀 被掳到 亚树被掳到巴比伦 是吧 我们才会有这一种 现在所 我们现在所承受的 一切的苦难 是吧 一切的分离 一切的凌辱 其实都是我们 还在担当我们的罪 就是不是说 我们认罪了 我们悔改了 我们之后就应该万事 你们的罪是绵长的 是吧 你们的罪的苦果 那个恶果 是吧 也是 不是那么 说轻而易举的 就可以告一段落的 你洗刷这个罪恶 是明显的 就是你心里知道 我们洗刷这个 我们需要 真正的前进 求你纪念 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 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那里 将他们招聚回来 带到我选择 我所选择 立我为名的居所 在这里就呼求 耶和华神 要纪念 你所吩咐 你仆人摩西所说的话 我们犯罪 是吧 你把我们分散在万民中 惩罚我们 那么 我们现在归向你了 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诫命了 我们虽然被赶散在天涯 但是你也会把我们 招聚回去 带到 你所选择立你为名的 那个居所去 带到耶路撒冷去啊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所救赎的 主啊 求你侧耳 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做王久正的 他就交代了哈 尼西米当时他是做 亚大学习王的九正的 那么你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啊 他向耶和华求告 是吧 求告什么 其实尼西米得知自己的弟兄们 在耶路撒冷受难 是吧 遭灾 而他现在呢 在王宫中做九正 衣食无忧 荣华富贵 王的亲信 他其实完全可以 哇 表示一下同情 哇 真是太不容易了 他们是吧 那希望他们一切都好啊 可是他没有 他觉得这个信息 告诉我 其实 我应该要担当起职责来 我既然在王面前做九正 那么我就应该可以 去为我的弟兄们 去为耶路撒冷大成 去为耶和华神所选择 为他的名的 为他的名的这个居所的安危 繁荣是吧 去做些什么 所以他就向耶和华 祷告祈求 祈求呢 就是 能够 让我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因为你在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上 执掌权柄的是波斯王 是吧 所以我 我祷告 让我能够在王面前蒙恩 能够亨通 那么我就可以 从王那里得到支持 我这个一个九正 是吧 从王那里得到支持 然后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去做些什么 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呢 就是尼西米当他 面对 所得知的这个消息 贝鲁归回 剩下的人在犹大省 遭大难受凌辱 耶路撒冷的城墙 拆毁城门 被火焚烧 这样的恶训之后 他的反应是 他觉得 他有责任 他需要去担当这个责任 但是 他要担当这个责任 他不是自己 说 我想什么办法 动用 我这个九正的 这个 这个资源 是吧 和王的这个关系 然后呢 去怎么样 而是想到的是什么 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 求神 使他 亨通 求神使他 在王面前蒙恩 而且他第一 是什么 继续认罪悔改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尼西米基第一章呢 就是给我们 给我们每个人呢 带来的这个 这个讯息啊 我个人认为啊 主要是三个方面 很 很重要的啊 一个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 或者是我们的 兄弟姐妹 我们的啊 这个 祖国 民族 同胞 是吧 或者我们自己 所在的国家 也比如说 你像我刚刚说到的 是吧 说我们的祖国 同胞 民族 我就是指的 中华大地 是吧 中国人民 对不对 但我说的 我所在的国家 我就是指的美国 是吧 这个其实不是对立的 不是敌我的关系啊 就是 当我们 在世界上 这个 我们的故国也好 我们 我们现在 所在的地方的国家也好 如果 在受难遭灾的话 真的啊 中国人民受难遭灾 不用说了 美国人民也同样 在受难遭灾啊 是吧 那么 我们是不是责备上帝 上帝 你怎么不睁眼呢 是吧 上帝 你怎么如此无情冷酷啊 是吧 上帝 你让中华民族 受难几千年 还没有 还没有够吗 是吧 上帝啊 美国人民 是吧 这个事犯了错 但是你看待这么多人 是吧 在 也在努力的呼求你 你就还不回心转意吗 不是要这样 而是怎么样 而是要 像尼西米那样 去带导 继续认罪 担当了罪的苦果 是吧 然后呢 求神能够守约 诗诗词爱 守约 诗诗词爱 你要担当你的罪 罪的果子 是吧 你要自食其果 这也是神守约的一部分 但是神会伸出他 他的什么 他的大能 是吧 他的大而有力的地盘 来把你 护卫起来 使你得到救赎 这是神的慈爱 所以你要向神祷告 你要认罪 而不是去指责神 觉得你们 我们 还有多么无辜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要想做些什么 为神 为神的名 是吧 为神在地上的万国万民 你要想做些什么 你不是自己 挖空心思想 我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而是 把你的愿望告诉神 神来使用我吧 神来使我蒙恩吧 是吧 神来让我 能够用我现有的这些资源 这些能力 这些才华 这些条件 让我能够为你 做工吧 去做你的合用的器皿吧 这一点就是你要 你要把锻造你 使用你的愿望告诉神 然后呢 请求神来帮助你 而不是你自己啊 就是没问题 是吧 这就是我的事了 这个上帝您是吧 您老人家休息去吧 不是这样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神 那么再有呢 就是第三点就是要 也要有一种什么 挺身而出 确实是挺身 尼西米确实是挺身而出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他不觉得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觉得跟他 他不觉得啊 我在这里是吧 这个这个冬暖夏凉的 是不是啊 你看冬天了 到暖和的地方 等到夏天 我们就到凉快的地方去了 然后呢 我为他们一举同情之类就算了 是吧 而不是 而是把他当做自己 勇敢的挺身而出 表达这样的愿望 有使命感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有使命感吗 你不是你整天祷告 让我啊 让我这个脱离埃及吧 是吧 逃脱埃及吧 是吧 那你是不是只是想的是 反正我逃出去了就行了 是吧 那至于 至于 那个地方怎么样 是吧 人 我的 我的 这个 兄弟姐妹们如何 是吧 那是 那是他们的事 跟我没关 是吧 或者那是上帝的事 上帝去解决好了 上帝 爱拍谁拍谁 是吧 反正上帝救了我 我自己就 是吧 闷得密了 对吧 那你也不是 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 我的感受 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跟大家分享 OK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出 我是Rose 石金霞 今天是2023年8月31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 PayPal赞赏我 也欢迎大家 微信 事工支持 请点赞 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爱你们 感谢观看